好 下面我们来看下一个重点词汇 就是人类这个词 跟老师先大声读一遍 Human being 再来一遍 Human being 叫做人类 人类又是咱们口语和书面必备的一个词汇 这个人类这个词注意是可数名词 可以用a human being 或者human beings都可以 它是表示人类的常见的词中 几乎唯一的一个可数的 咱们看还有哪些词可以跟它替换 首先这两个词呢 都是最通俗的 我们分别再读一下 Human being Man 那用男人这个词表示人类 注意它是不可数的 如果用复数men 那只能表示男人 而不能表示人类 注意用man表示人类不可数 这两个词呢都特别通俗 在书面中可以变得更高大 更高大上一些 这两个是更加文奇的词汇 但注意都是不可数名词 我们分别大声读一下 注意重音在最后一个音节 搭上来面 Mankind 再看第二个词 注意都是书面语 通通不可数 甚至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用 这两个也是比较文奇的词汇 大声那边 Human race 再看第二个 注意也不可数 Humanity这个词呢还是个多义词 它除了表示人类之外呢 也有个人性啊 人道啊这些不可数的意思 它这个词如果做可数名词的话呢 一般用复数 Humanities去掉Y之后变成IES 那么翻译成大学里的文科 人文学科 但表示人类永远是不可数的 因为它本身可以表示人性和人道这个含义 所以它表示人类的时候呢 一般多错重人性人道这个意思 咱们看一下例子 比如说这是一个罪 叫什么罪呢 A crime against humanity 咱们翻译成反人类罪 这个强调这个罪行特别的残忍 非常不人性不人道 跟这个人性人道相关的时候用它更好一些 这是反人类罪 那么咱们翻回头来 我们看这里面文艺可数的是Human Being这个词 但为什么Human Being这么一个搭配 这个Being是从哪来呢 它来自B动词 因为这个B动词本身 不但可以当细动词来用 翻译成是什么什么 也可以当普通的一个动词来用 翻译成存在或者是活着 人不是存在在人间活着的生物吗 Human Being 这就好理解了 你像外星人 咱们叫Alien Being Alien是外星的 在外星上活着的生物 叫外星人 还有像Intelligent Being 叫智慧生物 聪明的活着的生物 可以用它 都是来自于Being中心的B动词 下面咱们看看几个 为什么B动词有这个意思 咱们看一下好的例子 这可能是全世界最有名的一句自言自语的话 就是哈姆雷特中出现这么一个句子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是生存还是毁灭 这还是个问题 通俗的翻译就是活着还是不活了 这还是个问题 你看这里面这个B动词翻译成活着 而不翻译成是 为什么呢 翻译成是的话 后面就没有表语了 翻译成活着 存在这个意思 再比如说在法国近代著名的哲学家迪卡尔说过这么一句话 翻译成英语是这么说的 I think therefore I am 怎么翻译呢 翻译成我是故我在 而不能翻译成我是故我是 我是谁 后面没有表语 我在存在 像那exist活着 那活着的人或事物用beeing就好理解了 好 这是我们把人类human being这个词相关词汇可数不可数的变化 以及这个being是从哪来的源头 咱们大概看一下 人类这个词我们就跟老师学习到这了